讲 和尚必须坦白的 坦诚的告诉各位 大藏君 底的确确都是假君 至于这些后来的各种佛号都是后代的人 的确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因为巴黎藏是原始佛教的经典 也就是渣渣失始才是佛说的法义 在这原始的巴黎藏的经典里面 五部经典并没有提到任务佛号 也没有开始这么多的 大家所送的这些什么阿弥陀经 药士经 底藏经都没有 这都是后代的人创造出来的 这是真实的现象 我必须要坦白告诉各位 这是从理相而言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真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因为巴黎藏是世界佛教最什么功能 才是真实佛说的教点 那后来延伸到各国去 有日本自己创造出来的《大藏经》 因为《大藏经》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 日本人在大正十三年 差不多一百年前 集合了三百多位的日本的出家人 所编算出来的《大藏经》 所以里面很多都是假经 不是里面全部是假经 那到了西藏 西藏自己创造出来的 密布的经教 那也不是佛说的 那都很清楚 那是密藏自己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样集结出来就成为《大藏经》 那为什么说《大藏经》全部是假经》 因为巴黎藏里面佛说得很清楚 他对我讲 我对我非常清楚地交代这一段 他说 佛教经过几百年之后 后代的我弟者就会精致加工编撰 而让我的法律走掉 失去我佛法的真实义 我都老早在两千五百多年 就已经预言了 说未来我他佛所讲的 这个佛教的法义 他的佛法 会经过后代代代的 这个出家弟子在《大藏经》 给他精致加工 再拼撰修改 或加上自己的解读 就变成他们现在的《大藏经》 这个都不是佛他亲口所说的这些经文教义 不是吗 佛所说的经文教义只有五部而已 就记载在巴黎藏里面 你们上网都可以查得到 也不用和尚来在电视前面 来为你们来讲解这些巴黎藏的经文 而且都很白话文 你们一看都能了解 你们自己上网查就知道 那么为什么说《大藏经》全部是假经 因为佛说只要他的经文有经过精致加工 何谓精致加工 我们的文言文叫做精致加工 文言文 你看我们的经本 同样一本经文有十几个版本 这在任何宗教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经常讲说四世五间论理到现在 没有被修改过一个字 其所不欲勿施一人 有没有改过一个字 到现在还是流传这句话 这个都孔子说 三十而立四十不复 五十而胜六十之天命七十行不易举 一字不差 圣经传了一两千年到现在 圣经没有被改过一次 也没有两个版本 我们佛经同一部经典 新经也好 金刚经也好 任何经典有十几个版本 我们可以理解 这都是人创造出来的 包括奥密陀经 其实你们现在练的奥密陀经 有好几个版本 和尚也公开讲 奥密陀经里面 真的奥密陀经 我们现在是不完整的 你在看《大乡经》的记载 《阿弥陀经》里面是要往生奏的 那还是多人写出创造出来的 难道不是吗 假如是真的是佛说的 不可两个版本 你看巴黎藏没有两个版本 只是欢意者 欢意出来 各欢意的笔法不一样而已 但是内容都一样 但是《大乡经》就是人编造 所以新经 你看有十几个版本 那新经大家都以 唐贤壮法师 贤壮法师 那个读 也可以读账 也可以读壮 贤壮法师 编的新经 大家认为比较容易懂 比较清楚 不然新经有 我看《大乡经》 新经有至少快二十种的新经 那都是连编创出来的 有的新经特别长 有的新经比较短 到底都是不是新经的 所以从这里 种种的经典 都是后代人 所创造出来的佛经 太多讲不完 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佛说只要他讲的教义 经过精致加工编造 都是矫金